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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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可能会是这样 政治揭露也是打到没影 没来政经也是打得很少的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那套力在别人手里做的 所以希望你帮忙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入正题 我们首先读经文 我们若遵守他的界命 二章三节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并不遵守他的界命 便是说方话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漸漸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你看这段经文 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我们再慢慢读一次 我们若遵守他的界命 他必然是指向主耶稣 因为二章一二节 跟后面的经文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不过以经文结构来说 一二节 是跟上面一章的关系强些 但是二章一二节 已经写了一件很清楚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是因为有了主耶稣作为一个中保 那个义者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那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 是有个 可以说他救赎我 他是我的主 那当然他 那个他 就是指向主耶稣自己的 OK 就是你认识主耶稣 在使徒来说 使徒若行 是亲身认识主耶稣 因为他一章的头 已经说了嘛 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亲手摸过的 所以主耶稣 这个认识 那个他一定是指主耶稣 不是指圣父 但是 你说 你说你认识主耶稣 那什么叫认识主耶稣 你听到的福音 遵行出来 才叫做认识他 就是他这样说的 就是认识 可能你理性上 知道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心 那你知这些东西 但是你知 你有沒有做出来 现在在说这一件事 那我们基督徒 是不是做到呢 当然啦 主耶稣里面 这段经文写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马太福音呢 我不是透好肯定 但是马太福音 我们知道 在灯山部分里面 有一个极端高的要求 我以前解释马太福音的时候 我知道马太福音 写得比较迟些 起码公元的110年 或者再厚些 但是马太福音说 喂 你见到一个 你不可奸淫 你应该要遵守 你实际上 你不可奸淫 不是那么难去遵守 很多人 结了婚娶老婆 他没有奸淫 不过 他可不可以做到耶稣的要求 见到妇人 对他不动淫念呢 但是现在你在香港社会 又是夏天流流 对不对 你作为男性的 到处都见到很多 冰淇淋的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见到可以 不看呢 约伯记的 三一章说 约伯说我的 约伯说他的 纯伯说他的 纯传 他说见到呢 他是不会 暖暖尖望处女 就是不会 眼睛很色的 看着那些女孩 那 圣经说完美的人 就是这么高要求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做到呢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对不对 比如说 举例 他说 你不可杀人 耶稣就说 如果你骂弟兄 是那些 垃圾 你本着一种 你出口伤害 你的弟兄 那你已经犯了 和杀人没有分别 他说的那样东西就是 后面 二章九节说 你有没有恨弟兄的问题 你心里面的仇恨 口说出来的 攻击人的说话 和杀人是没有分别 那我的要求就很高 是啊 很高的 你不可以 亂骂人的 你做一个完美的人 现实我也知道 我也做不到 那你 什么叫认识主耶稣呢 那你认识主耶稣 就是按耶稣的榜样去做 耶稣怎么做 你跟着他做 那你有没有跟着 不一定跟着 你没有跟着 那就有问题了 二章四节就说 人若说我认识他 就是你说你是基督徒 我们会想起 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里面说的 魔鬼是说火人之乎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 那这个呢 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也有提 他提到就是说 他 他就是魔鬼 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为心里没有真理 所以呢 其实很明显的 他说你 如果是 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你没有跟着主耶稣的榜样去遵行 没有 没有遵守主耶稣的界命 主耶稣叫你去传福音 你不去传 主耶稣叫你做一个好见证 去使用你的见证去传福音 你会不会去做 耶稣叫你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那些你又没有做足呢 哦 你可能做不足 你做不足 那但是问题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喂 为什么 我说我是基督徒 而没有遵守圣经讲的东西 便是说方话呢 这个就是一种 expectation 就是一个商品说明条例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有基督徒的内涵 但是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没有基督徒的内涵 就是你不遵守圣经讲的东西 新约圣经没有叫你搞革命 新约圣经没有叫你搞港独 是吧 圣经讲你要搞革命 推翻一个暴政 那什么为之暴政 如果我们看马家比书 我是天主教徒 我看马家比书 那就是 那个暴政是乱杀人的 才是暴政 很明显是这样的 你看马家比书 一书二书都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如果你是一个新教徒 你不读 那就更加了 整本圣经都没有革命的 你是天主教徒 有革命的先例 但是革命指明 暴政是杀人的 那你香港 香港现在的特区政府 在圣经的定义 很难成为暴政 那为什么你的黄尸支持暴乱呢 有什么理由呢 是吧 那你没理由 那你真的不遵守圣经 是吧 就是你是基督徒 我希望你会 你会懂圣经的嘛 希望你会遵行圣经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要做得像基督徒 而你不像 那你基本上就找笨 欺世道明 说大话 那这段经文 我要怎样解释 他是不是说 如果 你有一个宣称自己做的基督徒 但是 你没有基督徒的内涵 没有遵守圣经的戒命 那是不是你就不是基督徒呢 便是说方说 你便不在他心里面 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指他 基本上完全不是基督徒呢 这段经文没有提到基督徒的身份 他只是说 科不对版的问题 而他指科不对版是一种犯罪行为 OK 我们不要上线上线 就是说 你有一个基督徒 他宣称是基督徒 他是科不对版 他做不足的了 因为你越懂得多圣经 那要求是越高的嘛 对不对 那你越做不到的嘛 你做不到 你科不对版 是 是 那你应该追求 越来越近 主耶稣的榜样 就是越来越贴近 主耶稣的榜样 圣经教我们 叫跟随他的脚踪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叫你 哦 我做不到 我放屁 我索性不认自己的基督徒 不可以这样 新药圣经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有教 就是你 不认主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 主将来都不认你 所以你不可以 不认你是基督徒 不认基督徒 不就不用别人挑剔我咯 那我就不需要 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咯 我没有基督徒之名 我都不认是基督徒 深信就行咯 用什么嘴巴 信耶稣要把口信出来 你信出来 用把口去信的时候 代表你愿意承担 要货物对板的责任 即是说你追求 活出基督徒的榜样责任 如果你不认做基督徒 你犯的罪更大 所以圣经很有趣 他在前面那一章 一章八节都这么说 我们若信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 即是说你 如果我们基督徒 说自己不是一个罪状态 就是自己骗自己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 即是这句不是说 我们已经不是基督徒 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身份的问题 他只是说 你应该追求的目标 要做到跟主耶稣一样 这么温柔 这么怜悯 更加就是说真话 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你要追求到你做人完美 就像主耶稣在地上那样 甚至有些情况下 你要很高EQ 要忍耐 被别人去迫害 在某些情况下 你不还手 那你会觉得 哇 这么高要求我怎么做 我不是这么高EQ 是吧 我都知道我都不是这么高EQ 是事实 我做不到耶稣基督的标准是正常 所以我做不到耶稣基督的绑让 贴近耶稣基督的绑让我的行为 我就在一个罪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这段经文就说 如果你说你不在一个罪的状态里面 你自己骗自己吧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 就是在现在这一刻的状态里面 你是在犯罪 真理不在你心里面 这一刻 就是 有时候我们 在一个无罪的境界里面 真理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做些事情 说真话 我们没有得罪人 真理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当我们有一些鬼诈 或者是做一些 真的圣经要求的标准里面 我们真的有一定的距离 的时候 我们坚持说自己没错 自己骗自己的话 这种自欺就在罪里面 所以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 是说一种状态而已 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你是不是犯罪的问题 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很大挑战 但是我们最要理解的就是 我们究竟活在什么 究竟我们究竟的情况是如何 是否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要 开口牌 说明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要 背着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时候 原来是很大责任 是很大责任 当你做不足的时候 别人可以说 你 和耶稣基督的榜样 不符合 你自称是基督徒 你做不足 你在说谎 我希望基督徒好像主耶稣那样 是这么温柔 这么怜悯 这么被人迫害 而不还手 我不是任何情况 对于恶人 主耶稣 都不会不惩罚他们 所以我们也要看回情况 所以我们要做到主耶稣的榜样 不容易 我们会读不去版 所以我们读不去版 所以我们读不去版 我们就去一章九节 就说我们若认了自己的罪 神是顺利公义 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一切不已 就是说我们要追求 主耶稣的怜悯 给力量我们 可以追求贴近祂的榜样 如果我 圣经对我们要求高 我们做不足 但我们要求贴近祂的榜样 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 说我不做基督徒算数 不可以这样 我们背起基督徒这个名字 要不断奔跑 我们要快跑追随你 这个阿哥这么说 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做 二章五节 凡遵守主的道 就是爱神的心 在探里面完全 就是说你在一个 上帝和你的关系 是好的时候 上帝敬爱进入我们的心 令到我们产生爱神的心 令到我们可以遵行主的道 所以我们爱神的心 在遵行主的道刻 是很遵入一个比较 完全的状态 但是这个完全的状态 我知道不是常常可以保持 但是我们应该要向这个状态 追求那种 你进行主的道 圣灵突然有一个激励来 你觉得 我替上帝做了一些东西 我感谢上帝让我做到 那时候你自己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我都试过 有时候去讲道 讲到某个位置 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上帝感动了我 我觉得说到我很开心 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实在主里面 当你站在一个对的位置 替上帝说了一些话 当你知道那些话 之后的一个后果 可能不容易承担 但是你说那一刻 你知道上帝的爱激励你 你仍然说了 你仍然因为你的话 做了你的行动 做了那样东西 而那样东西 令到这个世界好了 令到你身边的人 有一个榜样 可以跟从 你做那一刻 上帝的爱会激励你 你是在主里面 二章六节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 这段经文是说的 一个状态 如果你去到第四章 说 我们若住在主里面 主就会住在我们里面 你听到乱了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 就是说 你有一些好行为 你愿意遵照圣经教你的好行为 你去做那一刻 你自己个人 就进入主里面 这些是在说一个宗教经历的层次 即是说 你 说一些说话 在一个暴动那一刻 我说一些说话 骂暴徒 我说那一刻 其实上帝在我里面 我是进入了上帝里面 因为我进入了上帝里面的时候 上帝想我做 去骂这些暴徒的时候 我就去做 我就是住在主里面 那一刻 住在主里面那一刻的时候 主要住在我里面 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将来说到第四章才说 住在主里面 主也都住在我们里面那一段 继续深密一点去调 但现在说住在主里面 就是遵行主的道 意思是这样 即是说按住主耶稣绑弱行 照着主自己所行的去行 跟随他的去进行 一比得前书的名句 这段经文呢 只是这样简单解 都用了这么多时间 第七第八节 他的意思就是 喂 其实 不可杀人不可奸人 我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旧命令 就是耶稣四福音 讲耶稣基督的榜样 你要跟着做都是旧的 以前讲过的 是吧 但是去到第八节 说其实不是的 是生命令 在不同的环境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你再密想圣经 圣经就会变成了一道又一道新的命令 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指示 对你的生命有所更新 你要选择做还是不做 主是真的 在里面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漸漸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你 愿意 不计代价 按照主耶稣感动你去做 那 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要读圣经读清楚 你一会儿又说 哎呀 上帝感动你 搞暴动 扔汽油弹 这样 圣经如何界定暴政那些呢 是一个完整的圣经 天主教那本 是有一定清楚的 的经文 讲得很清楚 什么是暴政 什么时候你要搞革命 在新日的主要情况下 你不能搞革命 麻烦你读圣经 理解圣经的访问时 写的时候的历史 如果你不计 也不理解 罗马帝国那时候的历史 然后你去乱解 那你就不是 遵行主的命令 你是执行你自己的私欲 是魔鬼带领你的私欲 先说这么多 是